欢迎新兰姐 欢迎新兰姐 好可悲啊 我终于来到这么著名的 剧目标 笑那个她为我发音系 因为我想你玩牙 我给你倒点水 我给你倒点温水 我自己带了宝文杯 带了宝文杯 我加了你的 你坐来 往我这边来一点 终于把你等来了 因为我们在直播间Q你太多次了 她就有点冰等一下吃吧 放冰上 凉一会她那个嗓子也哑了 不能吃冰的 放冰上来 太好看了 我在直播间Q你很多次 你知道吗 因为我卖了很多你代演的产品 然后每次一卖我跟其他说 哇 然后前一天我们在追你的剧 然后呢我们这位某位小朋友 就见了人就开始推荐你的剧 就怪你过分美 谢谢 然后后来我们选衣服 就选到一个西装说 嗯嗯嗯 这是那个墨向晚的风格 对啊 真的很有欸 真的很有 然后就会特别去选你的 因为太入迷了 来来来 就是有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 这是我们的镜头 非常漂亮 对这是主题 我们给所有人大家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秦兰 非常开心很荣幸来到这儿 今天唯一不好就是嗓子 那你今天少说话吧 你坐这里就可以了 没关系 聊一聊一会开心 嗓子就开了 不是你坐在里就点头就行 反正是来到我们直播间 你随意就好了 哇女神 我其实爱我们其实Q了今年 我们Q了好几年了 对啊 就你之前那个我还伴过你 啊真的吗 我cost过你 啊真的啊真的 复查皇后 我有一次在那个 我的容器 他把我一次那个没有 他把我一次造务节 然后他们说cost那个古装 然后我就cost你的那个衣服 买套给你一模样的衣服 然后穿了一下 啊真的你早说借给你吗 啊哈哈哈 什么意思 然后这样吧今天秦兰姐来 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先来抽播奖 嗯好我们抽一屏幕 然后呢送就是接你带来的那个面霜 好不好 豪气啊很贵 FAB面霜 我们送这个我们送五位 我们送五位FAB的面霜给大家 但是呢每个人在附带一个秦兰姐的签名照 好 没问题 我们是一手货员啊 没有中间上转插架那个签名照啊 哈哈哈 直接就 现场签 热乎的就给大家了 对你脏那么哑了 你是感冒了还是怎么 没有我是身带有了两个问题 就是可能之前有一些 经常唱歌呀 又不是歌手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我以为你今天配合我声音有点哑 我现在想记得你是微哑我是很哑 哈哈哈 我说今天我前姐太好了 然后他为了配合我 就我因为我嗓子又经常哑嘛 但是你的声音很磁性 我今天就有点肺的感觉 没有你接声话少说一点点声音小一点 但是今天我觉得是原声 就是前两天我完全发不出声 今天要来还好一点 嗯 现在这个阶段还算好 这个是离高我们用个新杯子给 对新杯子是离高就是认嗓子 热乎了很好吃 好暖呢 我也还直播间太暖了 我来给你准备吃的 然后有点冰啊 就还是先别吃了 因为因为我我我我就简单聊聊 就是因为我我们之前老讲嘛 就是琼瑶 琼瑶阿姨然后选择你嘛 那说你是那个呃就琴蓝一滴泪 然后那个天上一颗心 不好意思哎呀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太羞愧了 没有哎你是自己不太好意思的那种 不太好意思对 那如果别人夸你说说那个琴蓝这太美了 女神特别美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没有别这样别这样 对就当时琴了琴瑶阿姨怎么那个 呃怎么怎么选中你呢 就是当时我哎又聊到同年的事了是吧 一下子就追回到十几年前 那时候刚好就是我跟湖南卫视有合作 嗯跟湖南卫视有合作 然后那时候琴瑶阿姨跟湖南台又拍了很多的戏 嗯 然后他们当时就无意间看到我的资料 嗯阿姨就说哎这个女孩不错 嗯好像她的类型很适合演我的戏 嗯这样就一眼就看中了 嗯然后就是一直到现在 然后呢就是各种角色 但是我觉得你也是算是抛去脸真的 有吗 有有的就你每一个每一个角色都能把我们身上带带入里面 对然后呢今天其实我对琴瑶姐很熟 因为她的剧我经常也追 然后包括她的一个动向啊穿搭啊我们也都去看啊 嗯但琴瑶姐可能对我也不熟 非常熟 你太红了好吗 没有 我每次看你都真的是一个是你的节目还有每一次的热搜 哇真的吗 是的我们本来还以为是因为今天是琴瑶姐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 所以我本来是准备了一些小游戏 但是震惊大家彼此之间的了解 有了几道关于两位的一个题目 然后就有个快问快答的一个小游戏 一共是有五道题 但是我们是一个抢答的方式 但如果输了的话会有惩罚 说到惩罚惩罚我基本都会输啊 没有我也会说 但是惩罚其实还好啦 就是按照赢的人要求 然后戴上一个道具饵头做表情包 好那应该是可爱的 琴瑶姐来我觉得你们肯定是可爱的 因为你也是美的所以我们两个放心 但他们一般都是整我的你就知道了 因为你怎么样还是美的 好那我们就这样 说有五个问答题是吗 对 好来你开始吧 好的那我们开始了 是抢答吗 对抢答准备哦 第一题 沿喜攻略里复查荣英小天使 在夏天最爱吃的是什么 三二一开始 荔枝 是未来抢答吧 我能说吗 一起抢答 我怎么抢吗 那我肯定 不是荔枝吗 有点子 子很多 葡萄 荔枝就一个子 那子很多 西瓜 对对对 西瓜 我怎么不记得西瓜枝啊 你看 满名的荔枝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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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在那里 冰箭 сами 西瓜 西瓜 最首先!!! 李潜 西瓜 西瓜 さて salir ร 有一次是皇上送了我一颗荔枝鼠 好吧 可以刷荔枝 我们当时看风了 今天直播间 第一道题就是我输了 我觉得不能这样 我肯定知道这个题 送你也有关于贝亚的 我刚应该抢了 下一题就是关于贝亚的 我看啊 能不能说出图片中两位沙马特人物的名字 图片中 沙马特人物的名字 沙马特人物的名字 那不是林俊杰吧 不是 这我肯定知道啊 这个照片他们没看 这哪年的照片啊 这是薇亚和林俊杰 在200 200 2007年的时候 2007年的时候 13年前 13年前 白多久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不是你们怎么把张照片给找出来了 沙马特 爆炸头 还是很美啊 主要颜值在 沙马特人物的名字 这我不知道啊 那这个算我觉得一比一平吧 好啊 下一题我们就不提醒了 要抢答 下一题不提醒了 好来下一题我们准备抢答 第三题 以下四张额头图 哪个额头是乾隆皇上的额头 来放开 就是那个 那个剧里 是吧 是那个演习攻略里面 是的 每个是皇上的额头 我数三一一起抢 好来 三二一 C 那个 这边是B你是C是吧 对 正确答案我来公布 B 真的吗 你看 啊 不是我觉得B好像那个 确实是B 纹路多一点 哈哈哈 成熟的画伤 纹路多一点 纹路多一点 那我叫D D可能是包贝尔的额头 是吗 我看看啊 D像包贝尔的 太光溜了 很像但不是 不是吗 是红皱的 真的 D是谁 第一个 霍建华 你猜到了 你猜到了 第三个呢 第三个 这个有点明显 复横 对 复横 你得不给自己一个掌声 这个你真厉害 这个你真厉害 乱蒙的 是吗 乱蒙的 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眉毛 我觉得C很像 那我们这边再记一分 好的 来 那我输了一分 对 好 下一题我来 2019年 威亚曾经帮袁隆平院士卖过海水道 那么海水道的颜色是 A 黑色 B 咖啡色 C 胭脂红 D 紫色 这个威亚的女人有知道的吗 很水道 对 这个对我来讲 这对我来讲太简单了 那我数321咯 对 准备抢答321 C 红色 对 红色的 因为还有道理叫海红米 它是那种 颜色是那种 胭脂红那种颜色 然后它的那个就是 含膝的含量比较高 对 还真的是C 对 正确答案就是C 这是给我加分的 这是加分的 对 又是平了啊 好来我们下一题 哇 什么题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啊 对 小燕子的娘的儿子的妻子的父亲的母亲可能是谁 我绕一下 小燕子的什么 娘的儿子的妻子的父亲的母亲就是自己长辈的 等一下我先想一下 前面你刚刚是全是平手了对吧 嗯 那现在最后一题我们要决生父了 真的要蒙了 小燕子的娘 娘的儿子的妻子的父亲的母亲是谁 父亲的母亲 我知道了 小佛爷 对老佛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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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老佛爷 你们用对了 你们两个太聪明了 就平辈的平辈的长辈的长辈 对对 我觉得威亚的思路特亲 因为开始我没有履过来 小燕子娘的儿子肖剑 对肖剑的老婆秦儿 对 秦儿的爸爸皇上 皇上的母亲老佛爷 哇 你这几个戏看了太痛 太痛痛了 是不是 但有人会串你知道吗 刚刚是秦岚姐先打的吗 没有没有 其实我们几乎是一起的 在她的协助之下 那这个惩罚是一起吗 可以啊 但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惩罚 是送礼物吗 哦对你刚刚讲的太多了 戴什么耳朵 是戴一个耳朵 然后根据对方的要求来做出表情 哦 什么耳朵 来来来 这耳朵 肉肉的 是吗 你们这个真会吗 谁 我原本戴反 是这样戴吗 对对对 对这个是这边 戴反了是吗 是这样吧 大象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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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啊 不是大象的耳朵 是猪的耳朵是吗 是放大版的耳朵 你耳朵太小了 你耳朵太小了 很可爱 像小经理一样 那得说就是我说一表情 然后那个齐兰姐做一表情 然后天姐说一个 你做一个表情包 要不你来说 然后我们俩一人一个 想想想 我来说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了 好的 那我来了 那我来了啊 你知道吗 你一击动耳朵掉了 你耳朵很小 太小了 你耳朵太大了 好那我说了啊 我感觉我俩是从哪里过来 然后那个科斯类的 这个一点都不像猪的耳朵 我觉得像那种老鼠的耳朵 我比较夸张的 我太难了 来 你们赶紧截图啊 喜欢的赶紧截图 第二个 笑哭 就是哭笑苦笑 第三个 笑哭了 第三个 气死我了 三二一 好萌啊 这两位 第四位 我要控制我自己 这个好难啊 三二一 好萌啊 天哪 我都想截图的字 你控制我自己 控制我自己 控不住我 两两个 三个 我会唱歌吧 对 我觉得还是可爱的 我觉得秦三姐怎么样 都是可爱的 我也可以扮 怎样都美 然后呢 依然我们这边 有很多人 旁边往右边一看 你往右边一看 那么多人在看着看着我们 今天就挺冷 你们一来好暖和 对 我这里好热 你困到开一下 好热 然后那个今天秦三姐来了 然后呢 我们刚一直在送礼礼礼 我们还在送一拨礼物吧 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送一拨 那个水 烟麦水 还有一个偶泪的那个身体乳 然后我们今天都会送 好不好 我们先送一个水给大家 好 然后今天那个今天来了 我有个问题想聊 就聊一下那个剧 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个 怪你公布美丽 因为他是真的 一直给我的经纪人看 我全看了 我天天说 我说不要经纪人 我说赶紧去看看那个 经纪人 我看了一半 我没有看完 然后他老吐槽 我说你看到现在看一半 然后每次我都飞上看 他说你看D级了 然后给我剧透一下 后面会什么什么样 我说不要剧透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场景 就是开头的那个场景 就是你是经纪人吗 然后你带着艺人 自杀了 然后你 对 然后你知道这个问题以后 然后你说先不要打110 先不要通知媒体 然后呢等我来 然后你就很稳定的 你大步走过去 就是属于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一个女强人 然后你现生活中也是这样的类型吗 不太是 啊是吗 就我也挺雷厉风行 但没有他那么的沙发果断 就大女人那种感觉 对他特太强了 他有时候比男人还强 就独立女性的感觉 虽然我也算有一点强吧 但我就是女人中的小强 但是我在我 在我 我感觉你也是算 你是那种独立女性的代表 我比较男孩性格 对但是也有就是非常女生的一面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我的感觉 但是我像我就是比较男生的一面 是吗 比较阳刚的一面 他老师我太阳刚了 然后就是你觉得什么样 算是独立女性呢 就现在很多人 很多人说说啊 结合婚来生了孩子了 你在你就应该再带孩子 你就不出来 不该出来工作 怎么样的 就会有些这样的一些言论 我觉得女人其实现在越来越 有自己的存在感 她除了 我觉得真正独立女性 就是她可以掌管 很好地掌管自己的家庭 很好地把控自己的事业 然后很好地去分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然后非常平衡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 就自己会对自己有很好的管理 对 就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而且还有带领的能力 就是她不只能领导我的工作 所有的分配 而且我在我的家庭中 我也扮演着一个非常有主导能力的一个独立女性 也是我理想中的 就是你 没有 就我理想中的女生的样子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昨天你来 他们就开始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催婚团 真的 你怎么走哪去催啊 你知道吗 是上了这个年纪的尴尬期 我们有一个催婚团 然后呢我们之前有个公众号 我们的后台 然后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发行线来说 据说你来说 有人说能不能威亚 能不能那个 让情男早日成家 就是催婚团 就你会被逼婚 或家里人会催吗 说哎 今年过年怎么着 有没有带男朋友回家 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就会不会催你 家里还好 因为我爸妈都适应了 属于那种狮子多了不怕咬 是的 就是太久了 大家都觉得 都已经父母到这个年 但我姐妹们都特别着急 他们恨不得每次吃饭 就安排一个 很尴尬 一开始有时候告诉我 我就不想去 后来他们就不告诉我 然后我就突然去了 咦 有个陌生的人就突然介绍 越聊越不对 就聊人家隐私 我心想我不太想知道 人家隐私 你家里几口人呢 然后就说 怎么工作的情况 人特别好 说你跟他扫个微信 都觉得很尴尬 你自己不着急吗 你没有想着就很快 就是成家 或者说还是没有遇到 那个对的人 我不着急啊 我就觉得独立女性 还挺好的 那什么样的 就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 是你欣赏的 有什么样的男生 哪个点你是绝对不OK的 我觉得男人如果不善良 是不OK的 因为他如果根本不善良 很多东西就别谈了 然后什么点 我觉得就是 就是很有礼貌的 真是 而且会 站在别人的角度 替别人想的 就他 不会只有他自己 比较自我自私的嘛 就是很照顾别人 然后站在对方角度想 比较成熟 但我也不喜欢中央空调 就是谁都行 凸显不出我的 海王 这种 特别 那就是 就是那种海王型的 和那个中央空调 是绝对不OK的 不OK的 因为我们身边有几个女生 天天被催婚的 然后他们有一定的要求 比如那小雨 她说 她说她一定要找身高一米八以上的 我也是 我跟你一样小雨 我也喜欢个儿高的 一定要找身高一米八以上的 一定要是颜值控 然后有的时候要颜值控 先不说家庭怎么样 先长得帅 颜值还好 我觉得男人有才华 其实就OK 对 主要才华善良 对 因为我个子不高嘛 所以我就觉得 我要找到另一半 她要弥补一下我的 个子不高的不足 嗯 对 秦阳姐 我觉得你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 对 因为我 有没有觉得秦阳姐真的太真实了 她讲的每一句话 或来我们这边 真的就是 嗯 非常真诚 然后有没有啊 相中的 就把我微信的二维码 放在直播间的下面 让大家扫一扫 然后我看一下资料 让我选择通过 然后后来以后 我也成了那个催婚团了 然后就秦阳姐 怎么样 就全国寒选 什么时候开始啊 公布下恋情啊 什么时候开始结婚啊 哪个好友 他就约你出来吃个饭 说哎 感谢你啊 红娘 你的节目中来了一个 你知道为什么 其他还是关心你 希望你有一个那个港湾的 让你有个依靠 对 一直都看你一个人就打拼 觉得很不容易 有个什么毛夹上了 对 然后除了那个感情问题呢 还有一个非常 大家想关心的问题 就是保养 真的 经常有人会问我 你会担心别人 会问你年龄这个问题吗 我不担心啊 因为你知道 就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年纪已经到了 但是说 哎呀你还那么年轻 原来你又被夸了 嗯 如果我说哎呀我很年轻 就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年纪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女人 我觉得越来越不用担心年纪吧 因为其实 你可以靠情分 让自己看不出年纪 嗯 就现在看不出来年纪了 出去哪里 对 因为好一次活动我都看到你了 然后都真的 我也看到你了 你是那种说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了 对 对 你现在几位数 哈哈 因为我还好 六位 六位数 一年是吗 六位数 其实还算是 因为我是那种只选对的 嗯 不一定所有都要贵的 但我一定要选适合自己的 对 首先要知道自己 因为我已经走了很多年完路 嗯 就做演员的做了这么多年 嗯 所以试过太多产品了 嗯 就现在这几年啊 就是六位数 以前不算 以前常是小白老鼠的时候 什么都想试 嗯 但现在越来越懂得自己要要什么 嗯 就是了解自己的肤质 然后就对那句下药 对 因为之前该用的也用完了 然后你知道该用该用的 皮肤哪有问题 就是把这做到精致 嗯 那你现在就每天保养的 有什么小秘诀吗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有没有什么你自己的心得 就一定要补水 我觉得任何 就是肌肤你如果水分你是缺湿的 其他都不要谈 嗯 什么美白啊 什么所有抗皱啊 因为你水分都不足以 你补不进去的 嗯 所以补水是最重要的 就你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 你先补水 因为皮肤在一个水环境下 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北方的女孩一定要补水 嗯 因为太干了 嗯 对说你是属于干性肌 我是干性肌 但你皮肤状态很好 就是我又不停的补啊 真的状态很好 对 就各方面都很好啊 嗯 嗯 听不到蓝姐声音 因为蓝姐今天那个 蓝姐今天嗓子有点哑 我听那个镜头近一点 对 我们让她想画稍微的那个一点 我们后期对是把声音可以调大一点点 好不好 她今天嗓子哑了 前眼天有失声了 不会不会 失声了 对 然后后来就是 没发清楚了 大家 是声 老家话出来了 然后所以说她那个声音有点就发不出来 大家理解一下啊 好吗 这样这样举到这儿好不好 放这里就可以 这声音应该OK的吧 行吗 不炸吗 最近有什么新剧吗 我们觉得很期待 还有什么新剧吗 我最近没有要播的代播 但我马上会进组拍一个新剧 我要演一个姐弟恋 压力很大 姐弟恋 应该很 应该很开心吧 我弟弟特别小年纪 谁啊 王鹤弟 王鹤弟 对 我压力很 不会你相信你自己 我觉得这部剧舞也还蛮期待的 姐弟恋 我要多一点水 不是 秦燕姐好可爱 她说马上演一个姐弟恋 然后她压力很大 然后呢 不会的 你相信你自己真的 我明天会支持你到时候来 我们要去看一下 谢谢 我现在拍应该是要 我们马上开机 可能明年后年 明年会 明年五月 明年五月份啊 好的 秦燕姐带来个面霜 来讲这个面霜 FAB 其实这个面霜 这个品牌在我酒店上了很多次 但算今天是正式被保洁收购以后 在我直播间亮相 因为我就很喜欢买东西 我就属于一个就是 可能是你之前那种就是 看到什么就想买 买回来用一下 然后之前就FAB的 它的洗面奶好用 水 然后面霜都好用 然后但它没有官方旗舰店 以前是海外店 对 然后现在得说今天的官方旗舰店 正式开业 在我直播间 首次给大家去上 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了 这款面霜主要是修护的 对 修护保湿 保湿 对 它修护能力特别强 因为我之前用过 你知道吗 我们之前卖那个洗面奶 就很多说 喂呀你怎么上她面霜 上她面霜 其实我一直等着今天 因为今天的话是 一是秦燕姐来了 第二是我们有很大的折扣 力度 因为它平时的话是在 之前很多代购 它主要是FAB属于一个实验室的品牌 它以前就倡导大家作为科学护肤 就是这瓶是干嘛呢 就是修护的 大家应该买过很多修护的面霜 就像我们人的皮肤 经过紫外线的摄入 然后那个风吹日晒 皮肤会有些老化 包括会有些损伤 红血丝 皮肤干燥 有细纹 长痘 闭口等等的 然后它这瓶的话达到修护的一个效果 我们今晚直播间 得说是首发 首发了 新鸣首发了 然后我喜欢它质地 其实它质地是干皮油皮都还挺喜欢的 对对对对 就是你会用你的温度 然后慢慢它就是 对就这种 乳化 乳化 然后你拍到脸上很快就吸收了 对然后 而且很多人是用它当面膜 就我身边 我之前卖这个洗面的时候 我发现就很多我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那个群里面 很多人会用它当面膜 在脸上厚敷 然后不用洗 你知道我有一次特别到 就是我爱吃火锅 现在嗓子这样也有火锅 你爱吃辣是吧 我爱吃辣 然后比如我 我有一次就是拍大夜特别晚 拍完之后皮肤特干 因为你戴了一宿的妆嘛 就很干 然后我又吃了炖火锅 然后我那个就敏感了 过敏了 我皮肤本来就很敏感 又红又干 我晚上用了它 第二天就不是补的特别好 而且不卡粉 因为第二天我要拍戏 就整体出来的效果 就特别好 因为它里面的几个成分 比如说它这个成分 是北美的一个 微米级的一个蒲鸡糖 因为蒲鸡糖的话 这个成分本来就是保湿 锁水和急救的 然后也就叫急救面霜 但是我教你一个方法 山姐你可以试一下 就所有的面霜 包括什么 你可以滴点那种精华油 我不知道你会用油 我会 我会用油吗 你这样用一点点在你的手心 如果你家里有油的话 你可以滴一两滴 那个修复的油 然后你乳化 因为这个面霜 跟很多品牌面霜一样 需要乳化 所以它要在手心中间搓一下 用你的温度 把它让它化开 对 如果你很怕这样的去搓 你就滴油 滴油的话就不用这样去搓 然后你搓完之后 它很像冰淇淋 然后用在你的脸上 它会很好的吸收 等一下会上这个面霜给大家 要不现在这样嘛 我们现在就把它上了嘛 好好好 千安姐是不是第一次来 我来不了 我也上不了 听说今天很便宜 我要不然可以淘一点 淘一点 今天多少钱 今天 你是不是以前没有就 有来过这种 没有没有人生第一次 是吗 先给了你 第四 先给了VR主播 现在以后可以常来 因为这个面霜是官方旗舰店 今天是官方旗舰店 刚刚开业 这一瓶价格138 来我先讲一下它的主要用途 适合所有复制 干性油皮 第二个它主打就是混合性 干性油性修护作用的保湿滋养和修护 就很像我们些大牌面霜 它主打修护的功能 也可以当急救面膜去用 它主要的成分来自于北美的 纳米级的普及糖 讲一下那个什么叫纳米级 就它是从那个燕麦里面 用纳米的这个技术提炼的 所以它分子很小 它的渗透率非常高 第二个它里面有神经心安和绞沙瓦 就是修护的成分 急救修护维稳和去大化红血丝 也可以去用它 第三个它有三个提亮肤色成分 在里面就是美白 有光果干草定的成分在里面 还有那个小白菊提取物和茶叶提取物 就抗氧化的 对 这些皮肤就是自由基 皮肤抗氧化很重要 那会发黄 对 发黄呀发青呀 然后包括对 尤其是秋冬非常适合 然后这瓶卖138 一定要乳化低点油 我们今晚直播间 第一个108 但是买一瓶56.7克 买一瓶送来两支 就是买56.7克送56.6克 我们直播间今晚买一送一 孕妇能用吗 问了一下官方店孕妇是ok的 孕妇是可以用的 所有的孕妇包括那个 清度敏感肌都可以用 除了你重度敏感肌 你就是烂脸的那去看医生了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因为我是之前算是烂过脸的 你就已经过敏了吗 对我过敏后面严重 所以我选化妆品是非常慎重的 一用不好就又烂脸了 对但他这个品牌 其实在国外就是专门是修护的 然后被宝洁收购以后 他成分就精简了 然后更提炼了 就把一些就是成分再简化 就达到最好的效果 来我们直播间今晚这样啊 买一个领30的优惠券 买两个领60的优惠券 买一个就是买一送一 买二送二好吗 来准备开啊 倒计时开始 五四三二一上链接 他没有味道没有任何味道 因为他是没有加什么香精啊色素啊 防护器啊酒精都无添加 其实坏化妆品的成分是 他其实越少就越好 嗯太多的成分会觉得对皮肤是有负累的 对他因为他这个品牌是做实验室的品牌 就他们就是做科学护肤 他以前是很多皮肤科的医生在坏 搞了一个面霜 作为一个紧急修护的 其实之前在小红书包括很多那种平台里面 很多达人和一些专业的博主 会给他做测评 对就会把它称为叫做修护的平价面霜 包括当为一个平价面膜 如果你是那种很容易敏感的皮肤 你可以把它当面膜去用 拍哪个拍56.7克没有了吗 全部卖完了 这么快 没给我留点是吗 没关系 我们这个已经没有了卖完了 我会在直播间抽五味送给大家 然后还没有讲完 我们今晚买两个人的话 买二送二再送一个包 国外加赠了一个包 FAP的一个化妆包 这很像那种很像那种化妆包 对对对 而且可以去海边拿着是吧 拍照做造型 看完照之后扔海里他也不会吃 扔海里 我觉得可以放一些收纳的东西 包括一些饰品 然后一些洗面奶 小样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去用 它挺大的 而且 对能加货吗 问一下啊 他们在问能不能加货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产品 然后呢是我们天然解脱间的 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用心理手法 偶泪的 嗯 那个好用 那个是玻尿酸的那个 水光 沐浴露 玻尿酸也有水光 水水的 对 好面霜已经加了同志们 先把那个面霜已经加了啊 5号链接 然后去买56.7克和56.7毫升都可以 买56.7克和56.7毫升是一样的 你就直接啪就行了啊 买一送一的一个量 好 来下一个 这是我们的心理手法 给我拿一下 这个好厉害 这个超好用 这个超好用 其实我上了很多偶类的那个沐浴露 然后那个身体乳 但今天为什么是心理手法 因为这里面今天用到了 华锡生物的玻尿酸 它是水洗不掉的一个风潮玻尿酸 它是抓水力极强 就保湿和那个抓水力 就你洗在 你用在你皮肤上 你水冲一下 你不用担心它 水冲完之后就没有了 对 因为现在很多沐浴露它用完之后 可能会觉得假滑 你摸起来感觉豪华的 但是假滑 我是属于每天要洗澡的人 就你再怎么健身皮肤那个水分还是流失的 对 就是它着重在于 就洗澡用沐浴露同时 然后给你做了一个保湿滋养 保湿的一个沐浴露 新瓶首发 2瓶 因为今天晚上跟线下同步发 它线下是卖49.9一瓶 49.9一瓶 主要里面是华锡生物的玻尿酸 2瓶卖99.8 我们今晚直播间拍下79.2瓶 就是拍下几二十七九两瓶 但是买一份2瓶 再送2瓶 5瓶震装 今晚在我直播间买一送一震装 平均下来十几块钱一瓶 是不是太便宜了 因为这个我估计他们会送你 你平时也不会买 但你买的话你会觉得是真的 在直播间还是很划算的 当然很划算了 买一送一 这个我不讲了 我直接上了 拍一份发四瓶震装 再减二十块钱来准备 倒计时开始 5 4 3 2 1 来上链接 补乳机可以用吗 孕妇的话 孕妇的话不建议用 补乳机还OK 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些 那个剥尿酸 包括一些就其他的成分 我们保险一点点 所以这个沐浴露 不推荐孕妇用 面霜的话孕妇是可以用的 这个已经没有了 也是全部卖完了 也没了 天哪 这个也还能加过吗 面霜没有了 面霜全卖光了 面霜它已经没有了 三万多分 我去问问看面霜还能预售 面霜还能预售吗 爱飞币的面霜 然后刚刚大家买面霜的 记得去详解领券 因为那是负订金 一定要去领券 买一个的人领30的券 买两个的领60的券 对 你们买了面霜的人 不要忘记去详情也领券 然后买这个沐浴露 不用领券的 沐浴露再问问看有没有 这个沐浴露全家了是吗 那沐浴露的话 我们在直播间 谈十位送给大家 好不好 好吧 谈十位送 就每人送四品 然后拍一份发四品 来五个你谈一屏幕 然后它是 其实每天都可以用 因为它你知道华西生物 华西生物是专门做玻尿酸的 就是它是一起 医院打的那个真的不尿酸 也是抬过他们的 然后它旗下有很多不尿酸 他们家有一个技术 就是大中小分子 大分子在皮肤块面 做一个补水 锁水 然后小分子做一个渗透 它是有个微分子是那种渗透率很强 就抓住率很强 就你洗澡的时候 它水冲不掉 所以这款产品着重在于干皮呀 保湿滋养 油皮也可以用它 又没了 没了 这个不能加货了 只能踢人 这样吧 先吧没有付款的踢下人 它不显示销量了 这只能踢人不能加 那这两个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好快啊 对 其实那个蓝姐来的还没有聊够 真的很想跟大家聊聊 但是我还要直播 就很想 我回去看你直播 你看我直播 然后呢也感谢那个蓝姐来 因为就是我们每次就掐点的 你知道吗 快到9点钟 他们开始告诉我说 9点了9点了 因为我真的发现微雅很厉害 就是它语速特别快 然后特别清晰的把它 所有产品的优点 然后就给大家分享 就真的是大家一听就很通透 没有没有没有 就你来的时候我今天很感兴 因为下转 下转下转下转发一期 说那个微雅我亲姐姐会来 来你直播间 我说怎么办 我很对不起微雅 因为我嗓子很雅很雅 然后我说那个我 我怕微雅觉得这么雅 然后她还得照顾我 因为她那么多产品她要忙 所以我说你要跟微雅说真的抱歉 不会不会的 你现在嗓子还好一点点了 多喝点那个 好 因为我拿一点那个 可以可以把这个带点给她带走 零水那个 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那个秦兰姐 来我们直播间 虽然很舍不得 但是没办法 只能让她先下班了 然后下次有机会 还来我们直播间 好不好 非常欢迎真的 感谢感谢感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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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带点那个壁瓜糕 政府芳妮肠 对咆 Potter 拜拜 再见 再见 接 elected